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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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剛有做幾個肌肉的練習 那第一個你找到骨頭以後 就能夠確定肌肉在哪裡 那你確定以後要去先touch 看上面有沒有緊繃的肌肉 嗯 剛才我們有做幾個肌肉 那你的肌肉 你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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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不是要先知道 這條肌肉有沒有緊繃的地方 就是你要先感覺這個肌肉 是不是有什麼阻塞 那如果有阻塞它就會變得 比較硬 或是說它會有一條一條 或是一塊一塊的 嗯 那你確定以後 你不管你要用手推 或是用手肘推 都一樣 就是你確定以後 你才知道我要推哪個地方嘛 你推你自己沒有感覺到 我要推哪裡的問題 那你怎麼推 你就不清楚你要推哪裡 啊 現在你要推的時候 你要看我 你要推現在這個位置的這個角度 我身體我的人要站在這個方向推 我推的力量才比較順暢 那如果這個角度不對我推甚至力量不好伸展 所以不是說你有推它就好 就是你要去感覺這個肌肉我現在推那個方向 那如果這個角度不對我推 是不是力量不好伸展 對吧 所以你就要把自己調到這個方向 這樣 所以你身體出力 尤其你靠你的身體這樣一起出力 會你的身體 所以你一定 就是說你幫人家做推哪的人 你從不管提肩胛肌小0期待 你現在去找到這裡面肩胛股旁邊的人 就是你幫人家做推哪的人 上面的肌肉也没有什么问题以后 然后才决定我要从哪里推 然后再决定我推的方向要怎么推 会推到这块肌肉 我从而是在我右手中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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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肌肉就是我们后面这一条肌肉 它是从这里下来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肌肉 这个地方下来 顺着脖子侧面下来 然后这样去推 哦 这样推 我从而是在제甲肌肉 我从而是在这一条肌肉 我从而是在西班牙的肌肉 我从而是在这一条肌肉 我从而是在这一条肌肉 这有一个突出来的 这个后侧这里 这个地方的上面 这里很容易阻塞 这个位置很容易阻塞 当时我们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们 推推推 这里比较松 我们会稍微往上推 因为头部跟颈部 常常容易阻塞 所以可能会造成有时候 会有一些头痛的问题 或是 就是 血液循环不上去的问题 就会造成 容易想睡觉 就是氧气不够 就是跟颈部跟头部交接 这里是有关的 我到整四半年 在那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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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是要清楚说 所以我做这一条肌肉 大概我要 从哪里去找到肌肉 然后感觉这个肌肉 然后再来决定说 我要怎么推力量 会比较顺畅 因为你们先刚选 推的角度 一定都不太清楚 所以你要去 测试看 我要怎么出力 会比较顺畅 这是你们每个人 需要去练 去找到 这个方向 现在说 在那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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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时间 从那段时间 就是他们体验 正在那段时间 从那段时间 在想做 这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 我们要练习 要练习这个后面 这个 我们练习这个 这个 这个 后下 这一条肌肉 有没有 这个条肌肉 我说,当时我用这些用选择, 是一种血压腫瘤的膨胱, 当时我用选择这个腹。 发生这样? 这个程度会有麻烦的, 还要找到肋骨? 它会有什么时候, 每个人家都找到这些腹部。 所以,我说, 我等下要找到三根肋骨, 最上面三根肋骨, 一、二、三根肋骨。 芝麻得到最後一間也會磋滅 那你可以感覺到一根一根的割骨 還是老師的花絲 你可以感覺到割骨跟割骨之間的縫隙 我們需要形象縫隙 大部份是要作縫隙 我要決定芝麻要繳出來 他从后侧,尤其他这个转过来侧面 什么转过来 这一段由于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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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由于均匀 谁做麻洞 是不是水运金白子 这是刚刚的原因 随便 随便 不用脱衣服 对 那是,多多比较多 非常好 你这样 哦,这部分 这部分 所以你要从 腰部这一边 腰部这一边有没有 来放 你怎么办 从腰部这一边 夹把有啊,夹把 夹把 然后你要慢慢摸 处整的慢慢摸 不是要出很大的量 就是你要去找到它 骨头的形状 哦,这是第一根肋骨 第二根肋骨,第三根肋骨 第三根肋骨是什么 在老陆之前把腰部的肋骨 这些肋骨的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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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肋骨是什么 这些肋骨的肋骨 到底是吗 这些肋骨的肋骨 那这些肋骨骨 它也没有什么阻塞的东西 第二根肋骨骨骨 有阻塞东西 第二根肋骨骨骨 因为腿骨骨我们摸 噢,这点要 这个肋骨骨 手指太粗,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旁边大拇指斜角 对吧,你手要扭你,扣着,这个手指就不会受伤 这个手指就不会受伤 所以你们促诊骨头的时候,你不要用指尖啦,这个面积太小 她的形状,扣着,他们在衣服里就会拆着,对吧 看,我们在检查,在找她的样子是这样的 那你才知道她肋骨的形状啊 然后找到以后,看她的骨缝有没有阻塞的情绪 在366,在手上,在抬頭上,在手上,在手上,在手上上 在手上,在手上,在手上,在手上 然後跑到以後,哦 然後,到後面,你打一刮,把手上跌倒 算嗎? 拆開,來,痛 好,那你做一做以後,你要重新檢查 不是檢查一致就可以了 你再重新检查,看他能不能放鬆,還有沒有其他技術跑出來 第一次要做什麼? 第一次要做什麼,用手指,打開一下 你打開一下,握一下,握一下,握一下 兩十幾年 如果你大拇指痛了,怎麼辦? 如果,像天王,就怕,是哪把也要拌開 你可以用中指或是師指嗎? 如果再痛的话就用这里 但是你一定要先找到他有问题的点 因为你一定要先找到他有问题的点 就是你一定是一面找一面按摩 那你一直在repeate吗 用脂肪的变化 你才知道说我按摩以后它有没有放手吗 你知道它的激素的变化跟骨头的变化 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检查 摸,摸久你就很容易知道它的问题 很容易找到它的问题 所以我们等下就练习这条后下去 那其实你都把它想说 就是这三根三四根肋骨的骨缝 这个地方跟肾上是有差的 但是我们的肾上是有差的 所以我们的肾上是有差的 所以我们的肾上是有差的 这里松掉以后 肋骨这里股缝松掉以后 它会松到脊椎 我们的肾上是有差的 我们的肾上是有差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推脊椎 很膛侧的技术 基地肾上去表我 我现在重围不上了 所以他长测有没有这种肋骨 长测 propia肚了 他俩膝也都可以给大家做 你推的话不是用尖尖的 ebenfalls我们出来做 但是在噶的腋部,就有很多人打招呼 我是那些人打招呼 做的不好,所以一定是要爬股比較好 在那裡,我們打招呼,就要去打招呼 它中間激素很強,所以大概壓了以後上下滑舟 因為脊椎旁邊的肌質很多激素,我們壓了以後上下滑舟 但是,你用的食物是否有效果, 你会用的养货,你用的养货, 然后,你用的养货, 所以,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区域就是它的肋脂要清除, 然后,你要找到它的肋脂, 不是,你等一下要这样练习? 所以你现在还不是很熟悉吗 所以你可以慢慢就是你找的时间可以多一点 就是我现在摸它的形状的时间多一点 然后再找到问题再推它 所以你要自己花时间去感觉 你要怎么找到骨头的形状 其实在盲子里面是在车 你也在盲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 其实盲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 你怕不接着咬过就说不接着咬过去 那有没有问题 在盲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 如果不懂的话这个小肚长知道一下 你整个肚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 你也在盲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是在盲子里面 那就是另外一条肚外斜肌 它就是一样是肚子里面是肚子里面 但是它比较侧面 它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inferior肚子里面是肚子里面 那这是肚子里面在盲子里面 平不见 肚子里面是肚子里面 肚子里面还是肚子里面 肚子里面是需要适合 你怎样,你怎么看股脏? 我们这里有一个膜的臭脏,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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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 我怎么能找到这个骨头的这里? 因为我们找到这个骨头,好,不然你们今天先摸肋脏,就对了。 不然,我们今天在这3个肋脏要摸起来,我们先摸肋脏,我们先摸肋脏,我们先摸肋脏。 然后就是要看它补缝什么东西 这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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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练习 好 开始练习 你的好看 他就会坐中间 就里面然后坐下 坐在这里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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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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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